就说真的会这样吗 我举一个例子给各位听 是谭希老法师的引诚回忆录里面 有提到这一段 谭希老法师的同学 他17岁的时候 他的同学在东北 他的同学金德胜死掉 他去参加他的婚礼 婚礼当天死掉 因为得了那个内疾 他的同学同乡的金德胜死掉以后 这个谭希老法师当时就 他叫王福婷 他就很紧张 他说糟糕了 因为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医药 所以他后来回去就化骚 化骚以后 他就好像睡着以后就死掉 那魂就飘出去了 飘出去以后 鬼才就把他抓走以后 飘飘就飘山过海了 就飘到烟往那边去了 去了以后 他就看到这个鬼才在那边写资料 他就问鬼才说 这个阳市阳间 这个超度 这个诵经有没有用 他说当然有用 他就给他看 他说你看这个是刚往生的牌位 现在请出来 你看那个就有香卷 就是有香烟在吹那种感觉 这个烟就吹上去那种感觉 阳市人在跟他做超度 后来圆王要过案的时候 要审案的时候就问他 他说你已经死了你知道吗 那个谭希老法师说 可是我妈妈会想我 他就跟圆王在那边对话 他说你不知道你死了吗 他叫署名叫王福庭 他说你不知道死了吗 他说你可不可以放我回去 他说我小时候我舅舅跟我讲 他说练高王 官司 印金 练一千遍就可以不用死 我真的两天就练一千遍 阳王就跟他讲说有 你那时候十七岁 延长五年到现在二十多岁 怎么没有延寿呢 还跟阳王讲 阳王我在练金刚经 我一天练十遍 你再放我回去好不好 因为我知道他当然是未来的谭希大师 他说好了 就把他放回去 放回去以后 快到他家的时候 他躺在那个大坑 那个坑上在那边 他妈妈在那边哭泣 他快到了时候 鬼才就把他臀部这边一踢了 好 你回去了 他又醒过来 他已经是中午十六点了 这是谭希老法师讲的 他到阴间的一个故事